當今在世最長壽的路人 馬利亞布蘭亞斯莫雷拉 19日在西班牙一家養老院去世 享年117歲168天 莫雷拉於1907年出生於加州舊金山 7歲時與家人一起搬回西班牙 在加泰羅尼亞地區定居 她的一生見證很多重大歷史事件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和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 以及1918年的大流感 和本世紀的新冠疫情 2020年莫雷拉感染新冠 幾日後就完全康復 成為當時最年長的新冠康復患者 莫雷拉於2023年1月 成為吉尼斯世界紀錄在世最長壽老人 她生前認為自己長壽 得益於做事有條理 心態平和、情緒穩定、親近家人和朋友 親近自然、無憂無慮、積極向上 另外由於運氣好、基因好 吉尼斯世界紀錄網站說 莫雷拉除了聽力障礙和行動不便 沒有其他健康問題 而且頭腦非常清醒 莫雷拉去世後 二年116歲的日本老人密江父子 成為新的最長壽老人 至今全球最長壽紀錄保持者 是1997年以122歲164日高齡辭勢的 法國女性楊娜卡爾芒